在未來9月份、10月份和15月份都有利達美元的因素 這些因素是甚麼? 今天跟大家講解一下 大多神 今天是2024年9月2日星期一 歡迎大家收看《財經早餐》的節目 隨著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在全球央行年會說 他說未來貨幣政策的目標應該以保就業為主 這句說話一出 市場隨即意識到聯儲局 或者即將在9月份開展它的減息週期 按照利率期間價格變化顯示 現在市場估計聯儲局9月19日減息25個基點的機率 可以說已經達到現在100% 美國減息在職 以及有機會自此將會進入減息週期 這可視之為利達美元的最重要因素 但實際上利達美元的因素 並不只有這個因素 去到10月22日金磚國家領導人將會開封會 據市場消息說在今次會議上 金磚組織或推出他們的版本結算支付系統 以便組織成員國之間在貿易的時候 不再需要依賴美元結算 由於金磚國家佔全球整體GDP分額達到26.2% 如果他們成功令起勞造 推出他們自家版本的結算系統 對美元的衝擊實在不能忽視 而金磚峰會過後 11月5日便輪到美國大選 最新的民調顯示 特朗普沒有勝出的把握 我們記得在2020年的大選 當時特朗普落選 他的支持者隨即認為選舉不公平 以及衝擊國會 如果今次特朗普再輸 又會否對美國造成更大的混亂 從而拖累美元的會加 這點實在不能忽視 所以現今在美元面前的利淡因素真的不少 唯獨是須留意經歷8月份的大跌之後 技術上美元確實存在著超賣出的情況 若美元反彈 我相信只會給投資者一個趁高沽美元的機會 估計美匯指數較大的上升阻力 會在10.2.50指數點的位置 稍後看看今星期 星期五 美國將會公佈8月份的就業報告 這是聯儲局在今月19日議政會前夕 最體重的兩個經濟數字之一 另一個體重的經濟數字 當然就是8月份的CPI通脹率 這個數字將會在下星期三公佈 現在市場估計 美國8月份的失業率 有機會輕微回落到4.2%的水平 至於8月份的非農業職位 有機會增加15.5萬名 如果是屬實的 即是美國8月份的新增職位 就難於 雖然是高於7月份的11.4萬名 但由於還是低於20萬這個數字 即是說新增的職位是不足以滿足整個就業市場的需求 當然美國就業數字固然是重要 但今星期四聯儲局 他也會公開他的揭秘書經濟報告 這個也是值得市場關注的 對於未來聯儲局的減息幅度 相信也會帶來一定的啟示作用 大家就不要忽視了 好了今天說的差不多了 我們明天再見 明天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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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再見